大家好我是魚太太 今天我又要來開箱貓罐頭了 那今天要開箱的這款是 貓黃奴的主食罐 對 然後呢它總共是有四種口味 有純雞肉的 還有鮭魚加雞肉的 牛肉加雞肉 以及鵪鶉跟雞肉這四種口味 對 那它一樣也是台灣在地製造的 那它的官網上面呢 都有它產品很詳細的介紹 他們的主食罐呢 是有經過20項營養檢驗 然後是符合AAFCO跟NRC主食營養規範的檢驗 那這個喵黃奴的罐頭呢 它除了有公開的20項檢驗報告之外呢 它也有通過台灣的ISO認證工廠製造的檢驗 然後呢 他們也有標示出他們的肉類採用的產地 雞肉是採用台灣的 牛肉的話呢 他們是採用巴拉圭的牛肉 鮭魚是挪威的 鮭鮮也是台灣養成的 然後它這個團隊呢 他們也有自己创一個YouTube頻道 上面就是介紹相關的寵物用品的科樸資訊 他們也很重視呢 流浪貓狗的議題 他們會將營收的一部分捐出來 来帮助猫中途啊 或者是一些收容所里面的流浪猫猫狗狗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一罐 看看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样子的吧 我们今天就来开鲑鱼鸡肉口味的吧 牛牛想吃了 知道 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是长这样 那之前提过 主食罐大部分都是属于肉泥状态的 那我们就来打开看看 嘟嘟 嘟嘟 嘟嘟来了 不知道今天这款嘟嘟接不接手 闻起来也是挺香的 那它一样呢 是没有添加一些有争议性的胶类 让它们多补充水份 ok 我們給拿給獅子貓試吃吧 今天這款罐多多多吃喔 而且牠吃得很快 很餓啊你們 這兩隻 吃飯的對型很特別 看起來這款 像你們這樣四隻貓的接受度都很高喔 精進有味 狂吃 頂不下來 很帥氣嗎 嘟嘟 你比較喜歡這個品牌是不是 是不是很好吃 雞蛋 先吃好你的 有牛牛你吃完了 還有耶 好不好吃 吃飽了 你好像很喜歡耶 吃好久喔 給你打拔去吃 我拿著 嘟嘟这款是不是比上次那个好吃 你有吃耶 嘟嘟 不理我 你看那个多难 四只猫都已经试吃完毕 那我来做个总结 那这款喵黄炉的罐头呢 其实打开来都闻起来味道跟 那个肉质的感觉 跟上一款瑞奇的罐头感觉差不多 那我刚刚开的那个鸡肉鲑鱼的口味呢 它除了有鸡肉鲑鱼鸡肝鸡油的成分之外 它还有加入综合维生素 跟硫黄酸 水解蛋白 综合氨基酸 南瓜 洋车钳子等的材料 另外呢 它还有加乳化剂 乳化剂的成分有蛋黄粉跟蔗糖子 那还有加蒸酬剂 对那为什么它会加这两个东西 它官网上面有写是为了要 使产品能够塑形 然后使产品能够均匀的混合 然后它也说 它也特别降调 这个是这两款都是人类食品等级的东西 对所以就是请猫奴们可以放心的 给猫猫使用 这样 它说它是主食罐嘛 而且它有符合美国AAFCO的标准 所以呢 它是可以适合用来作为正餐长期使用的哦 那以上就是这次开箱这款罐头的影片 那就给各位猫猫们参考看看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 按赞跟分享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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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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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